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从小就让他认字读书 在薛涛八九岁的时候 他的才气就已经显露 这也是让薛云值得骄傲的 在古代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顶梁柱要是到了 一个家也就完了 薛云为人太多耿直 这是做官的大计 依次因为得罪了大人物 而被贬去了四川 于是薛云就邪家带口地迁到了四川 一波未平一波又几 几年后 薛云因为出使南赵国不幸染上恶籍 回多久就撒手而去 偌大的一个家 突然就剩下了薛涛和他母亲两个人 为了生计 薛涛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加入越籍 于是 自此之后 薛涛就成为了一名乐计 和其他乐计相比 薛涛不仅拥有美貌 而且才气过人 这正是让人为之动容的 在那段期间 薛涛接触过的大诗人 可不在少数 李白杜牧 刘雨昕都在其中 也是因为才气 薛涛成为了维高身前的大红人 维高不仅每次宴会都带着薛涛 而且在做事的时候也带着薛涛 当然 薛涛也不是个摆设 在宴会上薛涛凭借自己的财貌 给维高挣足了面子 而私下也经常帮维高处理事务 也正是这样 维高还曾想过要在朝廷中 为薛涛谋个酒品教书做 不过 时间久了 薛涛也开始有点飘了 觉得自己对维高非常重要 也就是这样 薛涛自作主张地做了一些事情 彻底惹引导了维高 于是 维高下令把薛涛发配到了坚苦的地区 当薛涛在那里静下心来思考 这才发现自己错了 不仅事情做错了 也想错了 维高可能没有那么爱他 不过 后来 维高还是让薛涛返回了成都 并还他自由身 之后 薛涛再和袁枕一见钟情 两人心心相惜 而这个时候 薛涛比袁枕要大11岁 但对两人来说年龄并不是界限 可是 没过多久袁枕 就被调去洛阳工作 他走了 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薛涛也爱袁枕 但这个时候薛涛已经不是小姑娘 他没有太多的期盼 而是看淡了红尘 在自己的独楼里渡过渔城